中国消防博物馆主要是展现中国消防历史和文化 普及防火防灾知识 博物馆隶属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 2011年11月正式向社会开放 到中国消防博物馆自驾车很方便 直接导航中国消防博物馆 博物馆自己有很大的停车场 免费的 广场上还停着卡通式消防车 大型的云梯消防车 孩子们都很喜欢 博物馆入口不起眼的地方 有清末民间用于消防的太平缸 存水用的 到博物馆公交车很多 博物馆大门口就有公交车站公益东桥北站 有501路、957路、砖145路 马路对面是反方向车站 反方向的话可选在西马场哪里站下 也是这三趟车 因为下车有路口好过马路 中国消防博物馆在丰台区南四环公益东桥旁边 在南四环府路上有公益东桥站 有不少公交车 下车后往前走 到了公益东桥路口右拐 前行300米右手边就是中国消防博物馆 在博物馆较远处有地铁10号线脚门东站 C口出往回走 到了路口左转去马甲铺东路 大概步行10分钟就是消防博物馆 如果不想走就地铁A口出过马路 在公交车站地铁脚门东站 乘专145路坐两站在西马场南里站下 博物馆开放时间为早9点到下午4点半 注意周一周二闭馆 大的节日也可能闭馆 所以一定提前至少一天预约 现场不售票 当天不可预约 门票所有人免费 搜中国消防博物馆 点击进入 选预约 选时间 这里分讲解和不讲解 讲解就是有专门免费解说带您参观 体验互动项目 不讲解就是自己参观 没互动 推荐选讲解 来消防博物馆 主要就是体验互动项目 选讲解后 就需要在自己约好的时间前到博物馆 场馆是按讲解预约来安排互动项目 过了时间就不能参加了 只能自己参观 选布讲解就是个门票 当天什么时间都能进 填好信息及同藏儿童信息 就会得到预约码 凭预约码进馆 展厅内不能饮食 只能在指定区域就餐 服务台有轮椅租借 没有婴儿车 博物馆有免费的电子语音讲解 在中国消防博物馆 官方公众号中 输入展品编号 就有相应讲解语音 假如有用 请点赞评论区回复 有用